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结果都没有老人家要用 所以我就非常的心痛这样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就是你就加入之后 你只要点这个呱呱乐 然后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个图给刮掉 就中奖这样子 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老人家不太愿意用 你看我把脸给码掉了 只有两三个人在用而已 其他都不晓得在干嘛 其他都在发呆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作为一个工程师了解user的feedback 绝对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有去问这些不用的老人为什么 首先第一名是不敢弄 他们怕手机坏掉 很意外啊 他们会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到手机坏掉 然后再来第二名是看到界面 不知怎么操作这样子 好 然后还有人说想把假象浪给别人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聊聊世代对立这件事情 这个就比较多文字 通常一代大概就是30年 然后同一时期生活的人会有同样的经验 同样的感受会有心理的共同性 可是年轻一代跟老年一代 因为生活经验的不同 时代的不同 那些想法什么都不一样 导致摩擦的现象 成为世代对立这样子 那我们来探究一下老人们 为什么不想要用这个呱呱乐的原因 拿到奖品很好啊 为什么不要 因为可能老人们经过力过电脑很贵 然后怕不小心弄坏的年代 就想说尽量少碰这样子的东西 怕自己的东西坏掉 就刚好是第一名的不敢弄 怕手机坏掉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聊天机器人的UIUX 和老人传统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看到就懵了 不晓得怎么用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聊聊软体界的世代对立 其实软体界的世代对立好像少于30年 对不对 而且这个可能是大家都碰过的一些问题 像例如说 Spaghetti Code跟OOP Spaghetti Code的这些老人 他们会觉得把所有东西写在同一个档案 很好 很正确 你好管理 你只要管理这个档案好就好了 可是OOP物件导向就是不该这么写 因为你会很难复用之类的 会很难管理 这就是一种世代对立 然后再来 很常被战的世代对立是什么 就是Editor跟IDE 你要用IDE还是用Editor这样子 像Editor内部又有内战 你要用ECMA还是用BIN之类的 所以其实软体界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战争 这样子 好 那后再来 这几年很常碰到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地端跟云端的问题 就是你的东西要放在自己地端的server机房好 还是云端好 老人家都会觉得当然是在云端 当然是在地端比较安全 自己可以控管完全控管这样子 然后老人家看到云就不敢用 不敢操作会怕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没有用过云 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世代对立 然后上云的话不用怕 没关系可以交给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每个月可以用电信账单出账 电信账单出账 很棒 如果想要上云可以找我聊聊 我本身有Ager的高阶的架构式征兆 跟AWS中阶的征兆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 我这个呱呱乐的check bar 其实除了刚刚看到界面之外 我还做了一个完整的后台管理 你可以管理你的奖项 可以管理你的得奖 然后甚至加入的会员都可以浏览 从会员浏览里面就可以看到 老人家亲戚很少用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就是开源了 可是开源了又有一个问题 老人家非常反对开源 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自己的专业 要让别人无偿取得呢 这样子 没关系 现在让大家无偿取得这个聊天机器人 大家赶快扫QR Code 我还有29秒 赶快扫这个QR Code 大家可以把这个 有一整套管理后台的无偿 的聊天机器人无偿带回家 好 谢谢 好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缺霸社群来聊聊 我们缺霸社群真的很温馨 大家可以看到 这QR Code就是我们的脸书的QR Code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脸书社群 谢谢 这个实在是非常感谢Coco为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觉得Chatbot应该是这几年的潮流 然后应该他也是第一个 在Lining Talk使用放大进发 那个很小的字放给大家看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之后Lining Talk讲者 可以多多学学 那下一位我们请到云泽 云泽这次要讲的是Z世代学生的开源专案 大家如果不知道Z世代是什么的话 代表你已经服饰这个世代了 那我们现在可能两千年以后出生的人叫做Z世代 那他们想要诉求是高中生资讯网 就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有请云泽 OK 稍等我一下 分享一下画面 OK好 那大家好 今天带来主题是Z世代的开源高中生资讯网 那我是高中生资讯网的创办人云泽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开源架构 那我们这次用的开源架构呢 是Wordpress的CMS内容管理系统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Wordpress架出来的内容管理系统 大概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高中生资讯网的QR Code 或者是大家可以透过连接进入这个网站上面 那简单的讲完说 我们用的开源架构是什么东西之后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说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专案 为什么要有高中生资讯网这个专案呢 我们的专案目标就是解决108课纲之下的资讯不平等 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108课纲 之前有99课纲啊 或者是相关的教育改革 那最近最新的一次改革就是叫108课纲 那在108课纲之下的改革 相较于过去99课纲 较注重于成绩 现在108课纲更注重于说你的多元学习 也就是无论是你用开源系统做出自己的set project 或者是一些你额外的尝试 参加一些除了学业以外的尝试之类的 那这些都是学习历程的一部分 学习历程现在占比也达到了就是升大学的50%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对于高中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这个资讯是非常的不流通 就是有些可能有钱人他参加了补习班就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 但是没有参加的可能就没有办法 所以在108课纲之下资讯不平等持续的扩大 好那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个开源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这是用wordpress的内容管理系统来做出三个行动 分别是统整一下学长姐的经验 还有把资讯有效的传递给学弟妹们 再来就是提供学生一个写作平台 让学生发挥他自己的影响力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说 透过这三个行动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跟分析 那在这个行动当中呢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目前一年内使用者已经超过了30万 这个是两三个月前的数据 那目前实际的状况大概是也是30出头 那总浏览量也是接近200万 那这个数据可以显示说 就是在108课纲之下 这个平台是实际上有帮助到学生 那他到底是如何是实际的帮助到学生呢 我们等一下会有QR Code 或者是大家可以用Google搜寻高中生资讯网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资讯内容 是如何用我们开源系统去做出这个帮助学生的平台 那我们目前的成绩是有多家媒体报导 然后也有天下杂志啊 一些媒体相关流量的报导 还有亲子天下的教育创新团队 跟经济实法的创业大赛 那在这个开源专案当中呢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目前达到的目标是让学生 解决部分的资讯不平等 缩短资讯的隔阂 但是我们未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 学生价值跟影响力 在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额外除了wordpress 在wordpress系统之上呢 我们还有开发一个叫learnbar学霸网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也就是提供学生 让学生也可以使用开源系统 进行自己的学习历程 在过去大家可能会 大家申请大学的备审 备审都是值本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完全采取 线上online的方式 所以如何用开源系统来展现自己的背景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非常吸引很多学生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就是自己学习 这个开源系统的使用之后 并且把它录制成了一个免费的教学 那么把这个录制成免费的教学之后 再分享给其他的学生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参加这个开源系统 然后体会这个开源系统的方便与好用的地方 那这边是我们learnbar学霸网的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 或者是可以搜寻learnbar 把TW这个网址 好 那我们这门课程 它的目标跟它的特色就是 透过开源系统去设计你的自己的学习历程 那这个学习历程是透过网站架设的能力 并且不需要过多的底子要求 我们是用Wordpress CMS内容管理系统来做出来的 所以在这两个结合之下 就可以设计出自己专属的学习历程跟背省履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利用Wordpress CMS内容管理系统的开源系统 来做出一个平台 分享给高中生 然后再让 哎呀 非常的可惜 算就是几乎就要时间 就要在时间限制内 但是最后还是差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非常感觉云泽跟我们分享他 做专案的历程 以及就是所有他们的这些就是努力 那下一位我们要请到是双奖者 Benson和四猫 要我们来介绍PiCast 我们有请Benson和四猫 你现在收听的是PiCast 一个由PiCon台湾热写志工组成的PiCast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将会邀请志工讲者来跟我们分享 学习跟工作中使用Python的有趣故事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拍起来 好 麻烦主持人帮我们切到简报 好 欢迎收听 大家好 欢迎收听股癌 我是主持人 不要闹 我们是PiCast啦 啊 不好意思啦 我最近忙着割韭菜忘记切回来了 好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PiCast 我是Benson 我是赤猫 我们是一个专门聊 PiCast社群相关议题的节目 当你回头看三个月前写的程式码 却看不懂 当你一个人写 扣空虚寂寞觉得冷 当你想放个长假 但是没办法 没关系 我也是 OK 如果你符合上述任意条件 没关系 PiCast陪你 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追踪起来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 是因为今年是PiCon Taiwan 成立的第十年啦 大家想要做一个新的尝试 好啦 讲这么多废话 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了吧 我们的节目有邀请PiCon Taiwan的创始元老YYC 分享Python社群的文化 还有邀请志工来分享下班后继续当志工的经验谈 另外 昨天开源与教育鬼的讲者 也有来过我们节目分享开源专案背后的精彩故事 没错 就是Quark Engine 的讲者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 你真的不可以再错过了 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听中了 我们下集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要带给大家 耶 我们目前已经有规划后续几集的主题 为了这个节目的延续 我们也想多多收集大家的意见 欢迎来信想听的主题 或是推坑大神来跟我们聊聊 如果要发业配给我们也可以 我们目前征求的议题 有Python核心专案的贡献经验 或者是Machine Learning Data Science 等不同领域的分享 不过其实跟Python有关的主题 我们都很欢迎 总而言之来投稿 拜托 你来讲 快点来讲 跟你跪 都抢成这样了你不会不投吧 好啦 扯远了 是说昨天我看到很多人在Gethertime玩游戏 哦 是哦 玩什么样的游戏啊 就是贪食蛇啊 看起来超好玩的 说到贪食蛇 我知道还有一种蛇也很好玩哦 蛤 是什么蛇啊 当然就是这只蛇啊 不仅可以玩 还可以用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耶 超好玩的啦 原来是这个蛇哦 那去哪里可以玩到这个蛇啊 今年Python台湾大会上就玩得到了啦 Python台湾在10月2号3号线上举办 现在就可以买票 听起来真的超好玩的耶 我也要报名 现在就少报名一波 那我们今年邀请到讲者有 Europython的主席Mark Andrew 还有洋交大学的AI学院副教授魏泽仁 以及RASA工程主管Yanny Chen 另外今年也举办了Young Inspires的活动 将邀请具有独特经历的学生讲者分享经验 有兴趣大家都可以上Python台湾的粉专 还有Twitter follow更多消息 那么现在买票的话还有送限量Pyceph哦 也就是里面有限量的纪念酒杯 然后T-shirt还有纪念贴纸 哇真的是太超值了吧 不过限量是残酷的要强要快 所以现在就手刀购买 买起来 另外新加入的朋友欢迎到Apple Podcast底下 帮我们五星吹捧家好评 Podcast下台一鞠躬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 哇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第一次看到在一个Lightning Talk 可以塞这么多业配 但是还可以把时间就是用 用到就是剩下十秒 这大家真的要多多学学 那下一位我们请到的讲者是海报 海报他这次要跟我们介绍Stewix 说怎么样在台湾构建友善网路玩家的环境 大家如果听过查农 就是或是在接下来SECON听到 就是关于网路的故事的话 都和这些讲者有关 那到底他们要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让我们期待海报 OK好 那我题目是在台湾搞一个友善网路玩家环境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那顺便就是介绍一下STYX这个专案 好 那网路违运是什么 那就是你可能会维护家里 网路的环境 那这样网路不够玩怎么办 那就是玩Internet 好 那Internet是什么接起来呢 就是跟这张图一样 抽中复杂 就是各种不同的单位接起来 然后就把整个网路接起来了这样 好 你知道台湾要玩这件事有多贵吗 你看这是单纯Period 就是你跟对方流量交换的价格 那就是每MVPS要74块 那你剩下1G就要多少钱 OK好 那学生们当然就是说跟你说没钱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神秘的单位 或是一个组织出现 就是叫做IX或IXP 那就是它会帮你把 你可能传统架构需要把每个人做Mesh 那就是把每条线都接起来 那有IX或IXP这个架构之后 那这时候你只要跟IX接起来就可以了 那IX一般长什么样子呢 IX一般长就是这种很大型的交换器 那就是有在玩一些网路的会有知道这件事 那台湾现在有四个就是通关自己审查的IXP 那分别是就是TWIX、TWNAP、TPIX跟EBIX 那这些接入IX接入都太贵了 对 而且一个单位就只要付一次钱 就是你可能一个单位要付之前才能接一次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TWIX的收费价格 那可能你接时就要2万块一个月 那好吧那就没有人接嘛 那我第一弄一个好了 那STWIX它就是为了这个诞生出来的一个Community Project 那它全名是叫Student Technology United Internet Exchange 那本来就是没想那么多 就是STU就是Student嘛 那后来就是摆出来一场团东西 听起来比较厉害 好那是从2021年开始 就是2021年1月开始成立了一个专案 那是一个很低很低的价格 然后像是10G我们只收1000块这样 好那采用一些Open Source的一些Project 像Bird或是XPN这样 OK好那我们就开始选机房嘛 那我们现在有看到两个机房 一个是TFN光电机房 但是它是蛮便宜的 但是网路比较慢 但是Local Cooper也很贵 好那另外是释放商的利源机房 好那基本上台湾的海外互联都在这里啦 然后岛内互联都在这个地方 对但它就很贵 然后网年线也很贵 然后电很少好吧 那要怎么选 都不要选我都要 好 对那我现在有一些 加入的成员像是一些商业组织 然后一些个人这样 然后一些神秘组织 好那个人的话部分就是 我们会去推动一些 就是网路维运的领域 然后有一些像是有 我们底下有一些Subproject 像是SQIN 那就是很像一个DNS的 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 私有SN来练习的一个地方 OK那怎么从私有变成Public呢 那就是要叫大家去申请SN 那申请要怎么接 那就只好提供他们一个环境 可以接那就是这里 OK好那像我们底下一个个人 就是中央大学的助理教授 那他就披露了 那他现在在招募硕班学生 你可以去找他报名这样 好那我们还有一些商业公司 就是最近刚刚谈到像是H1.NET 那我们就谈到Peering 跟他们XT的赞助这样 好那还有另外一家也是 来自Lixen的公司 那也是这样赞助这样 香港的公司 好我们一些神秘的公司们 像是火锅店或是茶园 OK那火锅店这位店主的话 他正在揪 都像日本的一些机柜的collocation 那你可以去找他 好对那这些像茶园的话 你看就在PPT 呃就在八卦板上被问卦了 因为看到那个地图上面 有茶园这个组织 好对 OK好那我好想上地图 因为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嘛 对不对 啊那在上面申请很难啊 就是你要过一堆有的没的 还要过一堆检查 好对那我们就是 现在是努力在做 往这个阶段做部署 对那我们有些 客户的sponsor 就是现在赞助者 那就是这几家公司 对那我们很缺钱 好那如果你想加入我们 或是想赞助我们的话 都可以来赞助 那这个状案 大概一个月要烧掉10万块啊 对所以我们真的很缺钱 好好谢谢大家 好哇那我觉得 海报刚刚分享真的非常有趣 我想应该就是玩 open source project 除了我们今年有开放硬体之外 应该没有什么玩这么大 玩到网络基础架构的 那大家真的可以有兴趣 都会跟他们接触 那下一个我们请到就是 除了就是开源 当然除了网络和各种方面之外 当然产业链也非常重要 那open chain就是近年在台湾 就是非常积极推广 就是开源产业链的一个 就是initiative 就是一个活那个什么运动 那我们请到上志 为我们分享开源合规 和台湾的open chain workgroup 我们有请上志 好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主持人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有有有 已经开始即时了 那我就开始了 open chain 如果有参加昨天早上 来自open chain GM的分享 应该记忆游戏 那这边的话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open chain台湾workgroup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一般来说一个软体的产品 它平均有135个component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去年Synapses的报告 可以看到不管是Internet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到Subsecurity IoT 还有Enterprise的Software 最低的Wireless 都大量使用开源软体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使用 这100多个或200个 甚至更多的软体里面 供应商提供的 open source license 上面有一些法律的议题 或者是没有合规 就会让我们使用的 二次开发的热厂商 也会有这种合规的议题 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世界遇到什么问题 之前有一个叫Petro Mahalia 他原本是Kernel里面的开发者 那他在欧洲 过去这18个月 告了超过50间公司 那赚了300万的欧元 那他怎么做呢 他就是把这个产品买回来 发现他是用Ninux 然后他去看使用说明书 看网站 有没有地方提供Source Code 如果没有的话 就开始申请这种 所谓的假处分停卖这样 那因为这样的这种诉讼案出来 Ninert Foundation 都当然是很不容易看到 所以说他聚集了许多公司 成立了一个叫OpenChain的专案 那这专案呢 主要就是想要透过这个框架 让组织 企业 公司 可以合规的来使用OpenSource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有 诉讼案的产生 源头还是因为公司 没有遵守这个开源授权的条款 可是就像刚刚讲的 开源授权条款白白总 你用的Component白白总 是很难有一个逻辑或框架 去做这件合规的事情 所以OpenChain就是一个 很好的框架 他想要让组织企业 在使用OpenSource上 有一个合规的方法 来降低这个使用开源 而衍生的这个侵权 或者是违反这个license的风险 那OpenChain呢 在去年底 已经正式成为国际标准 ISO5230 OpenChain里面包含流程 那其实里面的条文 有要求这个Bong表 Software Bong这样子 那当然也会需要一些工具 做一些搭配 那我这边很快的 说明一下OpenChain的规格 是在讲什么 他就是说你要有一个program 然后里面呢 就是要有OpenSource Policy 跟Country Bong 换句话说 公司或组织 要明文的来规定说 来讲述说 我们公司 我们这个组织 怎么看待OpenSource的 哪些license可以用 哪些license不能用 哪些专案可以贡献 哪些专案不能贡献 然后透过 不管是交易训练啊 Training啊 任何的方式 让软体开发者知道 有这件事情 有这个政策 接着呢 在OpenSource这边 我们还有一个 对外的窗口 要去处理相关的 这种授权啊 或者是一些 要程式码的议题 那另外也要有一个 文件化资讯 记录说 谁负责做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他可以担任 这个职务 另外在开发这边的话 就要有review process release process 跟contribution process 那对应的就是说 要根据这license本身呢 它的义务 它的条件去遵守 然后根据这个 它的里面的application 去产出物这样子 然后提供给 我们的使用者 因为有些license 就是你要给binary 就要给Source Code 那只要这些呢 你都符合了 留下这些证据 保存18个月以上 你就符合OpenChain 那目前呢 已经有这些公司 拿到OpenChain的认证了 Samsung在7月8号 通过认证 Bosch在7月13号宣告 全集团要在今年底前 符合这个认证 巴西资安德这个法案 在里面也规定说 你要有这个softwarebomb的方式 日本政府 他也规定 这边提到OpenChain 美国5月中的 这个行政mini 也提到要有softwarebomb 所以再加上Scanning 他在供应链里面 也提到OpenChain 是他供应商的 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好 既然这样的话 这件事早做晚做都要做 所以我们OpenChain 台湾社群就成立啦 我们在去年跟今年 成立过两次的这个分享了 那我们预计呢 Q3Q4等疫情趋缓 大家都打完疫苗之后 我们还有一次的这个聚会 所以请各位 拿出你的手机 加入社群的这个 Mail List跟Telegram 以上 三 二 一 结束 时间用得非常精准 上次真的是Lining Talk的 就是标准模仿 好 那我们下一位 请到的是白兔 那白兔他就是要分享 他和蟑螂的爱恨情仇 到底是不是跟Debug有关 还是我猜测太多呢 我们有请白兔 好 这边应该听得清楚 那时间五分钟应该够了 好 那我稍微做介绍 我是白兔 然后今年在Seekyum 会有一场议程 好 那刚刚RS你想太多了 没有 我就是要讲 我跟长长大很清楚 那会投这个Lightning Talk 其实原本是没有要投的 然后是当初起哄的时候才投 然后投了之后 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会上好 那既然上了我就来讲 那讲 呃 这里我要回溯到 到五年前的时候 跟他接触的 那我那时候是夏天 然后我想说天气很热 所以我要点一杯 然后我点的口味是草莓口味 白兔你还讯号不好哦 灯灯灯灯灯灯灯 究竟是我断线了 还是白兔断线了 还是我跟全世界断线了 好好好 我们看 现在经历了一起放送事故 真是没想到线上 就是Lightning Talk 还是可以出现 就是网路状况不稳定的情形 那呃 我们在等待排托的同时 呃 我不知道计时期要不要继续 但是我们就 好吧 我们先请下面一位讲者好了 下面一位 呃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我们请 先请雨翔和 严君 那雨翔和严君 会为我们介绍 呃 猫抗大战争十周年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唱 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唱歌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很多 好东西要给我们 但是我们有请雨翔和严君 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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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坚持在左手机里面的猫抗 那今年是我们的十周年 好 那我是雨翔 我是严君 好 那我们今天不业配 就带大家来做一场游戏直播 好 骗大家的 我们还是要一点业配时间 好 那我们今年会在 今年十月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 在YouTube Discord 和GearTown的平台上面做直播 那如果你还没有按照 我们的Facebook粉丝专页的话 现在可以在聊天室找到我们的连结 那记得款快来按照我们的粉专啦 那我们在八月十五号起隔 就会开始有MeUp的分享 那我们Makon的Podcast 也在近期开始开播了 那如果支持我们老朋友们 也可以在近期就是可以 掌握我们盲鸟票的资讯 我们也在最近要开始贩售哦 好 那我们最近也在征求 社群合作和赞助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私底下联络我们 好 那我们今天的Keynote主题 主要有包含Mobile和AIoT 那也有多元的议程 像是有Data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或是UIUS和Web 等等多元的议程 就请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咯 好 那我们不是在CostCop的摊位上 也有准备一款特别的小游戏 那我们也是用Gearth Town去制作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准备 请严均来带我们做一场游戏直播吧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吧 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打开连结 让我带着你们一起闯关 那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的游戏规则 那这个游戏呢 总共会有五关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 那其实我们到我们一到五关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可以从粉丝专业去找一些答案以外 其实也可以从地图中的一些物件去找一些线索啊 或是发现一些我们埋的一些小彩蛋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先看到第一关 那第一关呢 它的题目就是在说Mocom的诞生年是戏源纪年 那其实这一题就是很简单嘛 我们刚刚讲说今年是我们Mocom的十周年 那我们就可以从今年2021年就是往前推算十年 就会知道说这个答案就是2012年 好 那我们就快速的到第二关 那第二关的题目呢就是 佛系工程师的是哪一年的梗梯 那其实一直有在参与Mocom的朋友会知道说 历年Mocom的T恤呢都会有它不同的一个特色嘛 像是右边的绿色衣服 这边讲的就是2016年的127.0.0.1 那或者是像刚刚题目的佛系工程师 其实都是我们开发人会很有共鸣的一些T恤 好 你可以看到第三关 好 其实我们刚刚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Mocom有个口号就是一直是坚持着水吸引男嘛 那往年我们一直都是在高雄去举办 那可以发现这一年的主事者有一些 就是融合高雄的一些在地特色 像是右边的85大楼跟左边的梦时代摩天轮 那这边呢就给大家一个高雄在地小知识 就是可以看到地图中的摩天轮物件 那这边就要讲的就是梦时代的摩天轮 它转移之后大约也是15分钟 所以跟这一题的答案2015年就是有一个小巧合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到第四关 那第四关的题目呢就在说 这个是哪一年的Mocom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每一年的Mocom 都有它一些不同的特色嘛 那像是今年的Mocom就还没有亮相 那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 或是follow我们的Facebook的粉专 或是Instagram就是期待一下我们今年新诞生的猫娘 好 那就来到最重要的关卡了 那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刚刚说 今年的Mocom会在什么时候举办吗 也就是10月的23跟24 看大家会在就是线上见面 那大家也可以把就是时间呢 加入我们的Google Calendar 才不会就是忘记参加我们的大会哦 没错 那我们到了第五关破关之后呢 就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那抽奖的步骤呢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右边的小蜜蜂文件提示 那这个地图呢就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关于Mocom的一些介绍 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来看一下 那有空呢也可以帮我就是填个回馈表单 让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哪里可以做更好啊 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把更好的一面 在10月和大家就是见面 好 那还有点时间 好 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的谈会游戏呢 就是开放到6点 所以欢迎就是还没有玩过的大家可以赶快来玩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明天的抽奖可以抽到你 那我们就10月见啦 拜拜 拜拜 OK 我们非常感谢Mocom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今年Costcom的摊位 做的最用心的其中一家就是社群之一了吧 那我们在Mocom之后 和延君之后我们要请资 那资料带我们为我们带来的是 Angular加Spring加资料库 到底会做成什么样的 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我想这个就是近年来 把技术就是mix and match混搭 也是一个主流啦 但是既然是资料 应该是知识体大 那我们就请资料带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好 大家好 我看到前面都是广告 可是我其实只是一个素人 有没有要广告什么 所以我想说下次如果我还有机会上来的话 我再卖一看有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卖好了 对 然后我这次想要讲这个Angular 跟Spring跟资料库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不是本科的 可是我有去参加所谓的市面上有名的那些补习班们 然后如果在场的各位有人有机会去报名的话 可以知道他的费用非常的昂贵 然后我有一些机缘去帮忙知道一些 目前本科系他们上课的Java的内容 我发现大家都似乎都没有在上那个Angular 跟Springboot跟资料库这样子 就算有也都是淺淺的 没有办法把东西全部都组合在一起这样 所以然后我知道说像资策会的话它是有 可是资策会它的前提是你本身也是要先准备 很大笔的保证金才有办法进去 我在去年的铁人赛的时候 我就有自己试着说去写一些 跟Angular Springboot跟资料库有关的这个 从无照有怎么写 我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的话 就是投履历的时候 就是有一间台湾现在非常有名 很大的软体公司 然后它在全台湾都有的一间主管 他就回信给我 他说请你要先把Angular跟Springboot 还有资料库全部都学会之后 再来投我们公司的履历这样 对然后我这个 我现在下面的话 我就会陆续介绍我这30天的内容 但是我想5分钟内在没有办法讲完 所以我就依序 就是看能到讲到几秒 就讲到哪一张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先第一张的话 我先讲到说像Angular Angular的话它最主要的话 大部分的书啊 它有分成比较以前旧版的 还有什么Angular JavaScript 跟现在的Angular 2.0 那现在的话其实都是要用Angular 2.0 所以如果大家在选书的话 尽量不要去找二手书 因为就是相不相容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大的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非本科生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知识会上课的话 因为知识会它本身是 就是马上上完 就再也不能回去复习的话 其实你也是算是要自己自学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既然都已经决定要愿意投那么多钱下去的话 那你还是要去买新的书 然后如果本身不是说全职在准备的话 就是外出的话或是通勤的时间的话 可以用自己的电脑去练习一下Angular的话 我蛮推荐这个网站的 大家可以打一下Angular 然后如果你有找到这个画面的话 这个画面的话可以选择Angular 它这个算是移动版的 呃就是算是线上版的写扣 就是你可以不用说 呃因为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能够写扣的电脑啊 其实是比较昂贵啦 所以如果你你不会怕把它摔坏的话 你要这样子通勤带着它的话 其实是要带一点风险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可以线上版练习的话是比较好的 然后如果这样你登录这个可以移动的那个线上版的Angular这个网站之后呢 因为有的人的话会习惯用无痕的模式 但是我自己试过这个的话 这个东西不能用无痕 就是你只能用正统的那个网页 然后要登录之后才可以下去练习 不然你做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会没有办法 像我一样最后最后可以做出HelloAngular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老师在教东西的时候 一开始都要教你Hello 因为我觉得像是大家在学东西的时候 最困难的就是安装那个环境 而且每一台笔电不同的厂牌 还有不同的版本 光是安装啊 这个就可以击倒你很多不想学习的心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是要先提醒说 就是如果要使用这个线上版的话 一定要记得要先去安装 要先登录 然后绝对不可能用无痕的模式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这接下来的话呢 是我觉得一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的有关CMD的这个安装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也算是就是所有的层次就是应该开始就是要先去安装这些环境 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一步一步的话去照着它打的话 其实久了的话其实也会习惯 可能通常刚开始看的话会觉得说那些什么CD啊NG啊到底是什么的意思 可是打久就知道CD是进入一个资料库的意思 然后NG Service就是让一个一个画面去启动的意思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可以介绍有一个叫做Chalker Install这个安装模式的话 它可以把NFT有很需要的 好我们我觉得知识的分享实在是非常让人感动 而且也是少见就是我们在过这么多年之后 少见在Line & Talk非常认真分享的人之一了啦 我不是说其他人不认真但是 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像这样的有这样热情的人之后可以 明年可以试试看直接投稿Costco的议程 我们相信也很想要听到资的分享 那再次之后我们接下来请到Bob Zhao 那Bob Zhao要为我们分享的是他自干PM的心路历程 怎么样结合Spreadsheet和AppScript 然后带来就是邪恶的黑魔法 那我们有请Bob Zhao 大家好我是柏强 网络上面常用ID是BOBCJOB大写C大写中间没有空格 那我现在是在KKBOX里面当product manager就是所谓的PM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题目是自干的PM 那就是来分享一下跟我用AppScript做一些东西这样子 那先打一下预防针 这一场技术含量其实说实在没有很高 那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体谅我一下 因为我毕竟是PM嘛 没有啦不一定PM都很怎么样的 那总之PM这个职位啊 就大家都对他会有很多的成见或很多的误解 那比如说像这一篇里面就写到说 很多人以为 当然这个人他讲的是 他后来有知道 他其实知道PM在干嘛 他只是说很多人以为PM的工作在于 帮忙整理文件发到日期 每天询问工程师进度 以及最重要的鞋破工程师 一日之内完成世界企业 那会有这些东西的原因是因为说 所有的公司其实都一样 就是想要太多能给太少 那能给的东西 当然我们先撇下薪水不管 但是至少给能给的资源就太少 那不过作为一个PM 或者甚至其实工程师的manager也一样 你抱怨人不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而且在外加家人也不会立刻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做PM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也就是排序就出现了 这是几乎所有PM的必备技能 那所谓的排序排的是优先序 那以下我想要为各位介绍 大部分的公司里面常见的两种排序方法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天启排序法 就是某一个人突然心理神会说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或那一个比较重要 然后这个时候好 那这个比较重要就这个 那个比较重要那个 这是相对来讲还比较好的状况 因为我们相信至少他应该受到了天启 或者说他有一定的决定 然后所以他就这么想 他还可以跟你解释 可以跟你解释 大家决定 但另外一种就比较麻烦一点 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陨石开放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说现在做什么 那就是做什么 那不过作为PM 我们当然比较不希望是用这种方法 我们毕竟是公司里面所有的需求单位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集合点 所以尽量的是希望是我们的排序都是有道理的有逻辑的 那怎么样就做会有道理有逻辑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CP值高的好像可以先做 这个想法应该蛮容易可以理解的 那我们就发展一个方法叫做ROI的排序法 那简单的讲就是把价值跟投资 以及一些信心指数把它混在一起算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spread sheet 然后去在里面分成好几格 然后把每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列出来 那它对于公司的各个目标 有价值高价值低有什么样的价值 那大家可以在那边阐述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它的开发成本 然后跟我们投资的评估 那也可以好好的算一下 那假设你对这些东西很有信心 那你后面的信心指数就高了 或者说你其实知道说你还有一些东西 你大概就是还是拆的 那就是你就信心指数就降低一点 那经由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很快做一个排序出来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标准 那不过有这个参考标准之后问题就来了 因为这个参考标准变成说 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人在变更东西 因为大家会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 那这样的一场变动的话 大家其实会很难去做整整的 进入development的时候的排序 所以我们后来就导入release cycle这个概念 那简单讲就是每两个礼拜publish一次 那两个礼拜publish一次 但是一开始我们有一个dev branch的分页 这个分页是大家随时都可以去动的 随时都可以去update 那另外我们每两个礼拜会把它copy到master branch那边 那这个master branch 其实是我们真正去publish出去让大家去参考的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这反正就两个礼拜 甚至他下面都还写着说 下次更新时间是7月27号 那不过这样的copy来快回去 其实手动很烦 那所以我就燃起了一种莫名的自干魂 那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appscript来稍微写一点东西 那我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是要复制所有东西 第二个他要可以定时自动的复制所有东西 第三个他在自动定时复制所有东西之前 要能够通知大家说我要更新 我现在要更新了 我要进来我要出去 那所以第一个复制的部分 简单讲要用到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appscript里面的两条东西 那不过我这边其实没有时间可以修程式 所以反正后面会修现在没有空 那第二条自动定时的时候 我本来开始想的是说appscript 他有一个trigger的概念 就是可以自动化的什么时候要发讯息 但是如果我是用两个礼拜一次的话 就没办法 那所以后来还是得要用一点点程式 然后再续续改 那第三个通知 通知反而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如果你公司比如说有用sack 那你就直接套workbook就好 那所以我就套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去 病实的去通知PM们说就是我下礼拜要更新了 那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到 那这样子去鼓励大家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程式我把它放在pehub上面 我等一下会把它贴在youtube跟gatertown上面 那这是下班时间做的 所以我堂而皇直接麦体 就直接publish出去 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工作 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这个 就是现在有一个很热血的PN 在想办法自干东西的团队的话 那欢迎大家上这个网址careers.kkbossgroup.com 那我们在pn啊marketing啊 engineer data什么都有招人 那这份投影片是用cc by ss出的 那谢谢大家 哇哦真的是非常厉害呢 bub刚刚甚至用绿幕 原本他用的那个背景的那个绿幕 让我以为他在办公室 我还想着哇他真的是非常有cp值的一个人 到现在都还在办公室就是努力卖命 好那下一位我们会再邀请玉凯 玉凯会带为我们带来就是 大家应该有用过hackmd吧 就我们这次大会的共笔 或什么应该都在hackmd上面 那玉凯这次就会为我们带来说 我到底用怎么用命令列怎么在cli上面 就是婉转hackmd有请玉凯 好大家好我是玉凯 然后好就如题 那我现在快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用hackmd 然后这个是这次简报王子 我已经贴在youtube了 好然后我的gid是玉凯 然后我是hackmd的开发者之一 那为什么要cli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即刻之心 那安装方很简单 就是nbmi install 然后这个cli是用node这些是写的 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简单玩一下 live demo几个指令 好首先你装完之后要先登录你的账号跟密码 然后这个先不demo 因为nive demo总是会出错 然后list的指令就是把你的个人的笔记都列出来 好然后他会用这种id跟笔记名字的方式调列 然后你也可以用history这个指令来看说你的fnd的历史记录 然后呢用export的指令来把笔记的内容把它下载出来 比如说我试着下载这个其中一篇笔记 好这个那这个就是笔记的内容 然后我也可以直接下载这篇release node的笔记 这个nb档就是hacking上的变更记录 接下来呢你也可以用input的方式来上传一份笔记 好后面话是直接加上你要汇入的档名 我这个专案的package.json 那下载完之后呢 把package.json的内容直接贴到笔记里面 好那你也可以用linux pipe的方式来做 我们这个cli就会根据你pip进来的内容 一样新登一份 好然后网址就在这边 然后等一下会在简报再传一次 好然后进入第一个业费 然后现在hackingd在招募全单工程师 然后我们的技术架构是node.js 然后后段有用到postgreSQL 前端是用release.js 那假如你对生产的工具有兴趣的话 那欢迎来这个加入我们 那第二个业配就是 身为虽然说用hackingd就是线上的编辑器 但我自己也有 最近刚好入坑这个obsidian 本机的这个发档编辑器 那我做了一个这个根据github风格做的obsidian主题 然后它改起来会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跟原始的obsidian比较一下 就我有做一些版面上的调整 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 然后这个还在开发中 好 我看一下还有几秒 还有一分钟 好那这份简报也是用hackingd来做的 那hackingd的简报模式就是想像这样子 就中间用三条列来分割 然后你可以选择发布的这个共享选担 你选择简报模式 然后预览 那这份文件就会变成这一份简报 那 再把这一份再贴到 聊天室里面 我刷一下好了 好 那这后面就停在业配的页面 这样有强力的梦动 那我把时间都放完吧 耶 我跟大家想讲一个梗 我今天早上刚好想到了 就是这是Google spreadsheet icon 你不觉得也很像TV吗 那个 这两天风采的雨球的场地画面 好 这是Pornos 好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所有Costcard Lightning Talk的讲者 那我相信就是不论是 认真做专案的 或是来分享就是Costcard 或是Costcard以外其他社群的 或是来业配的 那或是在Gator上面的所有的大家 其实今天应该在年会的收获非常的多 然后 包含 然后 包含甚至我们今天的计时器也是在 就是在Lightning Talk这种黑客松的情况之下 为了Lightning Talk而黑客松所制作的 所以我相信 应该每年Lightning Talk 虽然 不一定有时候就像什么 Lightning Talk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会吃到什么口味 那我相信今年的Lightning Talk 应该大家就带来非常多就是精彩的内容